日前因為北台灣受西南風沉降關係 氣溫普遍變高 甚至出現36.5度的高溫 但31號一早 氣象局便發布好大雨特報 一直到6月1號 台灣將受新一波封面通過影響 這一波封面主要影響是在今天跟明天 而這一波封面因為移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而整個結構來看的話 也沒有上一波那麼的完整 所以與事實來看的話 今天下午之後加上一些熱力作用 在中部以北地區 還有在南部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而到入夜之後可能雨勢就會趨緩 氣象局表示 由於這波封面結構性較弱 累積雨量不多 但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以及南部山區 會有短暫震雨或雷雨的發生 東南部地區也有機會出現粉風 提醒民眾注意溫度上的變化 因為封面在影響 所以台北整個在北台灣地區 氣溫是有比較下降一點 我們預期今天北部地區 因為下雨加上雲多的關係 高溫可能會下降到30度附近 而在中南部地區 因為昨天的高溫部分 大概是32度附近 高溫大致上也是在30度上下 溫差變化並不是說太大 最快在6月1號下午過後 這波封面就會逐漸遠離台灣 但2號台灣人受西南風天氣形態影響 提醒民眾午後雷震雨的機會增加 要隨時攜帶雨具 記者雅某大規定台北市採訪報導 北市內部屆 太平津震雨的地方 裁 Nord市北市內部屆 北市內部屆 協調